是有歌還是有人類世的主題 再遲一點 其實有一句叫做 我們是假設自己是地球的最后一代 由這個條例開始 然後有一天跟我們監製聊天 去家裡吃飯 阿簡 他突然間就播了 阿簡 都是他而已 都是他而已 他的主路 他突然間播了一段 關於人類世的一個documentary的片給我們看 他就說 接下來的專輯有名了 已經不是叫地球的最后一代 已經打算是厲害了 地球的最后一代 他就說了人類世的更加貼合 其實阿簡一早已經有這個想法 請你們吃飯 其實只是通知你們一聲而已 通常他有些東西想跟我們說的時候 就突然間會給我們驚訝 不是 我們四個都要贊成 那一刻就真的很驚訝 很驚訝 名字很棒 很有型的 《三一字》 一圈圈主持 阮兆祥 駐称 天恩 總有一圈圈中你 36分 現在節目身邊非常煉鬧 因為除了有駐称 有天恩和長青之外 進來有這隊 四人的男子組合 他們是C All Star Hello 你看阿清 愛不適守 就把你們最新的專輯 放在鏡頭的面前 人類世 OK 首先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人類世這三個字是為什麼呢 人類世 人類世其實是一個地質學的新 term 地質學 其實大家可能聽過 以前八岳紀這些時期的東西 其實人類世是類似一個時期的東西 其實是說人類的一些行為 其實開始已經影響整個世界 甚至乎是 其實它已經成為了一個世紀的一個 term 如果大家可能聽過 地球是有46億歲的 OK 不要緊的 轉化去變成一年 365天 其實人類只是在地球出現過 只有一秒 但是它已經足以在地質學 產生一個事情 令到這個地球有人類的記錄 人類的記載 所以其實地球 人類是完全可以主宰地球的安危 生死 所以其實是等我們去改變 所以我們就明明這個 用這個主題 專輯的名字 用這個主題 人類世 希望用一些歌去貫穿 告訴大家 也都設合我們的地球博物隊 是嗎 是 是有歌還是有人類世的主題 再遲一點 其實有一句叫做 我們是假設自己是地球的最后一代 由這個 term開始 然後有一天跟我們監製聊天 去家吃飯 阿簡 阿簡 那他突然間就播了 是阿簡 都是他而已 都是他而已 他是主錄 他突然間播了一段 關於人類世的documentary 的片給我看 哦 那他就說 接下來他的專輯有名了 已經不是叫地球的最后一代 已經打算是厲害的 地球的最后一代 那他就說了 人類世的更加貼合 其實阿簡 一早已經有這個想法了 請你們吃飯 其實只是通知你們一聲而已 通常他有些東西 想跟我們說的時候 就突然間會給我們驚訝 不是 我們四個都要贊成 那一刻就真的很驚訝 很驚訝 很棒 很有型 那都是三日子 對 超本和安仔 就很多東西說 很興奮 那King和Jace 你們當下的感覺又是怎樣 關於出碟 關於這個人類世 知道有人類世這個主題的時候 幾型 你這個幾型很不型 幾型 幾型的通常是姓王的 什麼是不型 很型 有請 馬大人王 一分 真的挺型 我是認同的 我認同的 有了人類世之後 我看到頭那兩首 譬如是進入元宇宙和吸人類的一份宣言 曲編 Ting Calm 都是阿King 沒錯 因為一早就是你預料 這兩首歌是你有了碟名之後才做 還是還是反過來 阿簡他就說 其實這首碟應該有一首電子東西是我做的 但是一直都沒想到做什麼 就打算弄完所有歌曲 然後就做一個 我做一個開頭的 類似電影編曲 有一個風格進去 成一隻碟 其實他交代了我 就說地球很亂 就是城市很亂 所有東西都很亂 人們都很害怕 那你要怎樣去表演這個畫面出來呢 那我就在第一曲的時候 我就會不會從… 因為有說元宇宙 會不會從宇宙那裡有一些… 聲音 地球的新聞 就傳出去 從宇宙慢慢拉到地球那裡 有趣的地方是 我們是…大家看到碟子的是Track 1、Track 2 其實是最後做的兩首歌 做完之後的所有 才看回究竟其實是一個什麼的開頭 所以那時候KING大約用了一個多星期 就去完成這件事 加上跟我們去錄音等等 是… 有時候也合理 就是你煮很多法國菜 有幾多都不可以用法國菜 就是你煮一些菜式 可能有時候頭盤是最後出碟 就是整號的 我也可以的 調回轉這件事 好像差一點 你的比喻 我還沒看到你也有點猶豫 還是最後才做 都借點掩護一下我 可能是… OK 這個牌子 這次這張專輯上有12首作品 剛才聽過了 除了有10首新歌之外 還有兩首都是音樂 剛才你也介紹過 至於四位的成員都各自都有創作 在這張專輯上 安仔作歌做了一首 King作了兩首 Jace作詞作了兩首 另外超風作詞也作了一首 我想知道其實是 旁邊的成員去逼旁邊的人 你快點去做一些創作 還是不是 其實每一次有一首歌回來的時間 都會想想這首歌 Malody 或者我有想法 不如我拿去填 我想這次這張專輯 大家都有一個 好像我們單飛了一段時間 大家有一個心態 都是想我們可以參與不同的創作 包括阿簡 希望我們也想這樣做 我記得開始一直大家有這樣的心態 第一個創作的成員應該是Jace 就是《沒明日的恐懼》的填詞 是的 那裡可以 他是第一個 還有怎樣說呢 他是自己突然間聽完這首歌曲之後 他沒有告訴過任何人聽之後 就跟阿簡寫了一份詞 因為Feel也不對勁 為什麼 先聽一下 什麼不對勁 因為是收到這個展示 阿簡寫了出來 因為沒有說 見到我都起談 你聽 不對勁 真的不對勁 沒有說哪一個會填詞 很少都不說 通常都說了 找了哪一個填詞 沒有說 然後就想 大件事 這次阿簡想自己填上 可能 這個大件事是什麼大件事 你要說清楚 大件事很平 大件事很平 兩分 兩分 所以就不如 但他遲到可以的 他之前遲到 鬥飯 鬥飯 但我覺得這首歌他應該不能填 但他不能填 那你就立即不填 快填了一份 快 而且其實是 因為我自己在做這首歌之前 大概都寫了一些歌 寫了一些歌 但是R&B 因為本來是阿簡 我去做第二個功課 想寫一首R&B 但那幾首跟阿簡好像不是很喜歡 但我大概寫了曲和詞 詞的內容其實有點像現在本來有些恐懼的內容 那我就覺得 我收到林家謙這首歌的時候 就發覺其實他幾可以擺到我之前寫的R&B的詞 不如就嘗試說那些東西到這首歌上 那就趁阿簡還沒填的時候 但他還在看人類小的Docu 你就填好了 那他還不錯 他就覺得這個時候他都滿意 可能阿簡都在填 收起來 你那個好 我可以用你一個 如果是的話他都公道 他都有說過 他都有說過 我真的貼中了 所以Jace真的動色了阿簡的行為 隔起尾巴都知道 所以阿簡都很認同這份歌詞 而就開始了大家 involved創作下去 其實都想的 一直都想involved的 這張碟 因為三年多有團 這三年多都 各自成員都有一些增長 所以都想多些input放在這張碟裡 說到阿簡說 每人都會給你們一些功課 King就寫那個intro 然後Jace本身寫R&B 你們兩位本身的功課是怎樣的呢 我先說 其實很早他都有一個北極紅的主題 之前他有分享過給我看 也是一些documentary 就是說其實北極紅在大約十幾年之後 有機會會在這個世界 因為冰川會融化等等 我看完之後一直就希望我 就著這個主題去寫一首歌 我也寫了大約四五個版本 最後就是大家聽到的 現在這首叫做北極紅的遺言 我就自己去作曲 還有我也有參與編曲和監製這部份 其實你從這個主題上 你第一時間想起曲式或者整個創作的框架是怎樣走出來的 他先給了一些歌的參考給我 然後我大致上去獲得那個風格 這次希望做到比較冷的感覺 這樣冷的參考是 我自己聽很多冰島的音樂 冰島的音樂或者post rock這些音樂 我就在聽不同的歌去找一些參考 然後開始創作那一刻 我就幻想自己就是那隻北極紅 有一個這樣的狀態之下 就寫了這個曲 然後我就要製造洞的環境 其實不只是靠旋律 要靠編曲 我就自己去製造編曲 然後就找Nowhere Boys 一起去參與整個編曲的製作 是的 那超風呢 我自己是… 其實我的功勞是很早的 差不多訂立了人類勢之後 已經有了 我就已經有一個展示 他就已經說 其實也很想你做一個最終章的 就是最終章的位置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知道我之前會做一些節目 是講一些靈性 那些不科學的東西 就是不科學 那他就覺得人類勢… 就是他聽我說 那如果人類絕跡 他經常都問我一些關於靈性學的角度 怎樣看人類如何如何處身在這個世界等等 那他就… 我就覺得 如果人類要絕跡 那如何在最終章裡呈現 其實本身都會有一個靈性學的… 即那個靈魂上 我們都會在重一個光譜之中 重聚呢 哪個位置 那就是… 所以… 很深奧 對,很深奧 很深奧 所以他就訂立了這個議題 讓我去創作、去寫 那之後就… 一邊燈、一邊拖 因為其實原來我講了很容易 但是… 因為本身的旋律 很少音樂 都… 其實比較難去寫一份詞 即是蝙蝠比較小些 所以很難… 很多東西想說 很多東西想說 但是… 那個位置就不太合 很匹配 那我都填了好幾版 那自己… 最後阿簡是滿意的 但是自己還是覺得差一點點 於是乎我就… 找我們的… 我們的文學的代表 Jace 去… 即是我真的去請教他 那兼甲是… 跟他… 很想跟他困的 即是好像… 怎樣說呢 即是用一個文字去困 我沒有試過跟他困的 那你看醫生也是 你看完一個之後 都想一個second opinion 沒錯… 那我是很信賴Jace 那兼甲在困的途中 我都覺得… 好…另一個層次 即是跟他都… 感情增進了不少 清華 即是我會想 我規探他的世界是怎樣 還有他用的文字 你就會知道 這個… 這個雙魚座究竟是… 是用什麼的邏輯去想事情 這個是很可愛的事情 是從未試過的 是怎樣的 浪漫 比較浪漫 哇… 淒味… 剛才你說出來 我聽到覺得是浪漫 因為我也不知道 比較浪漫 比較淒味 我的歌詞是… 即是特別是這個主題 我是比較實際 即是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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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比較直述一點 即是比較直接 kayak 即是直接 你那種概念比較形象 形象 是比較… 新時代的 虛無一點 但我覺得 如果回到故事 那個主人翁身上 要有一些比較… 感性 你所說的感性的層面 妻味的層面 這樣會… 觀眾容易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